最近,他的老父亲情况非常不好,那天早上上班前,他很不放心,但还要胃病做手术,所以只能不断告诉父亲,自己开完刀马上就回来。 父亲已经无法说话,但努力露出笑容,朝他点了点头。 手术进行到一半时,张欣智的手机突然响起,护士待接后转告他,他的父亲不幸过世了。 张欣智没有停下,而是轻声说,继续手术,两个小时后,他终于走出手术室,并渡过难关,他却崩溃了。 手术过程中,张欣智的手机不断响起,但他一直没接,坚持做完了手术。 离开手术室后,他忍不住抱头痛哭,旁边的医师,护士被吓了一跳,想要安慰他,又想让他好好哭一场,毕竟他已经忍了好几个小时。 后来接受采访时,他说,我感觉对不起父亲,最后一刻没能在他身边,但我是医师,就更要紧。 这件事传出去后,同事,病们都很佩服他。 他则表示,其实我没有外说的那么伟大,我相信所有的医师都会这样做。 我父亲也会支持我去救的。 这样的医师才让敬佩,他的父亲也会为他自豪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